我们现在就到了东风日产神秘的试验场 在我后面就是我们全新的第四代的新奇骏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开始去跑一趟的 0到100公里的加速测试 但在看加速测试之前 我们还是老规矩和大家先来看一下车 好了 我这拿了一本厚厚的资料 是刚才工程师给我们讲的很多产品细节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来先用我们的这个Insta小相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台车到底有哪些细节 那看到这个前脸的时候就是这一台的新奇骏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台车是一个已经贴了伪装的版本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买不到这台车 要到7月份的时间才会出现 所以呢车身是贴了一套好看的伪装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前脸有一个VMotion的设计 而且用了一个分体式的大灯的设计 那我们绕到侧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台车的整个尺寸 其实会比起我们熟悉的CRV啊 RAV4啊这些车会稍稍大那么一点点 那尺寸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它的轴距是可以做到2米7 2706 长度呢可以做到4681 也就是说它会比一台CRV或者比一台RAV4 比一台RAV4会长大概这么多几公分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再到内饰去看一看哈 你看这道门拉开来的时候 它可以拉到特别的 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要去老人上车 或者是把儿童安全座椅放进去的话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至于这些内饰我们等会再讲 坐进来这里会有一块12.3寸的液晶屏 这里会有一块更大的液晶屏 然后在我们的前面还有一块HUD 仔细看哦这个地方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一个电子挡板 然后呢还保留了一些实体按钮在里面 这个地方会有五个驾驶模式 当然前面呢是一台1.5T的三缸发动机 那这个1.5T的发动机呢是一个VC Turbo 也就是我们在天籁上看到的那一台 可变压缩比的一台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好厉害啊 功率方面做到150千瓦 扭矩做到300牛米 那如果我们去比一比大众的1.4T 1.5T 那是110千瓦和250牛米 如果我们比一比本田的话呢 是142千瓦和243牛米 所以这样的动力呢其实是来的比较足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起来 去看一下动力的响应到底是怎么样 用过那么多的电子挡 好多其实还是像这样杠杆一样拉一下的 但是这个有点像滑动的感觉 的确是有点不一样 来我们给个镜头看一下 你看它是这样整体滑动过来的 这个级别就用到电子挡的 其实不太多了 比如像CRV是在最顶配的 才开始有一个按钮式的电子挡 对吧 然后好多的还是一个 这种机械式的一个自动挡 扭矩真的是 扭矩还真的是很足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段修补路 看看底盘的反应 挺整的这车就 有一说一这车真挺整的 就这个感觉刚才工程师给我们讲 说这个有点像是 能够做到一些高端品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真做到了 前面有一条减速带 我停下来是为了这条减速带 我们来踩一脚油门给我看看 就比以前的 我觉得回来的更整一点 前面会有一些这种凸起的路面 就是修补的不带屏的路面 看看哈 没有晃 人是没有晃的 好接下来是听一下噪音 我暖时了 明显能听到声音大了 隔音做的不错 前面还有一条减速带 我们快一点通过哈 321走30 可以 可以 以前我们有个摄像大哥说 日产过减速带的时候 相机不容易抖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感觉这次还OK 好的 这是我们非常短暂的一个试车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拍一条长篇 好不好 这一段我们会绕一个八字 绕八字的过程当中 除了去感受轮胎的抓地力 悬挂的软硬之外 其实最大的一点是要感受转向 转向 现在很多车都用上了一套DT EPS 不用去了解太多了 简单说就把转向的电机 从上面挪到了下面 然后它有更多的电子编程等等的进去了 一方面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那些 DAS自动驾驶辅助的一些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 它的手感会来的更加细腻一些 走我们试一下 好 开始 比以前的日产来的都更轻 在极限中再去做修正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细腻的 这个指向型比以前的日产来的好很多 只是可 只是苦了我们的摄像老师 已经被慌得七昏八素了 对不对 挺好的 总结两句吧 一个是它的力度比以前的日产都来的都更轻 比以前的气阵也要更轻 第二点是 即便是你到了一个半极限的状态 这里面流的这种尺度 或者说你再修正一下方向的时候 这个轮胎的这种反应还会来的更好一些 路感方向 我觉得这个方向做的比较适合家用 然后会带给你一点点道路的反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unnymwe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